怎么样的帮助众生 那各位听我这么说呢 各位就要开始念习了 你的隔壁 你的邻居 跟你坐同一车的 你就要开始对待慈悲 认识跟不认识的 就像我一样 我来美国 我英文没那么流利 但是我用一句话 以心传心 当你念咒念佛就是信 回向给对方 不管他是开车的 他是那边的老板 或是那边的守卫员 你都要对他慈悲 所以对人也好 对任何 你要像太阳一样 这个叫修行 你千万不要说 你千万不能够说 师父我每天念一万遍 我看你的脸都不慈悲 你会念到很烦恼 你还不如 我爱你念一万遍快一点 我想 坐 他讲的是一种愿 坐是一种愿 而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愿 叫坐 我希望你健康 自然的自然的 我希望你发财 你自然的可以 所以念咒为什么要念到一万遍十万遍 它就让你这个悲心融入在你心里面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 我念一万遍 看你那个脸都不像观音 因为你是念在嘴巴 念在嘴巴也有好处了 就向来唱歌好听一点 因为口业嘛 那是你心没有练习到 所以那各位一定要重新出发 修行特别大乘佛教师 利益众生 你的内心里面 如何去想着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都习惯了 前面胖的过来 我会你帮你减肥 什么叫 什么叫利乐呢 乐就是给他现在的快乐 利是给他未来式的快乐 所以叫利乐有情 那现在他要什么 漂亮 有钱 身材好 健康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祈愿 这是不是慈悲心啊 事实上 你祈愿对方好 自己得到更多 所以佛陀说 保持持心得到十种利益 气色好 好睡觉 睡醒精神好 等等等等 不落 不堕落伤恶道 就像有一个妈妈问我说 师父 人家超度 堕胎怎么超度 我说有一个方法 你只要看到女人走过去 哎呀 愿你母子平安 特别你看到怀孕了 哎呀 愿你胎儿平安 那就是你对胎儿的悲心 那你就会感动你的流产胎儿 就这么简单 超度 感谢人摩介讲得很好 超度是慈悲 只要你有悲心 对方就可以超度 所以就像我们华人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如果你用慈悲心念佛 对方就可以离开痛苦 佛法没有高跟深 佛法是一种心态的差别 所谓命秤 金刚秤 他讲的就是一种 不间断的空心 不离开菩提心 可以这样说 你能够不离开悲心空性 那叫金刚秤 所以阿弥陀佛说 我修了多少仪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千万不要用这个数字 或是他很会修多少仪轨 来代表高跟低 就像那一天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请那位上师做一次超度 多少钱 我说那你就不用去了 因为就算他把仪轨背起来 但是他的动机是钱 那就不用去了 因为那个没有力量 大乘之所以殊胜 也叫把慈悲当戒律 这是大乘佛教特殊的地方 小乘讲的是个人的解脱生死 但是如果你没有小乘做基本 你也不可能修大乘 我问各位 各位生命苦不苦啊 生命苦不苦 苦你为什么还在家呢 你怎么不赶快出家呢 因为你还不觉得苦 我们出家之所以出家 就是觉得生命苦没有第二个路而已 小乘的阿鲁汉就是体悟到 佛陀所讲的苦即灭道 是圣体的苦 对不对 而且从苦里面找到苦的因 无名贪而执着 而想灭苦而修道 所以他要持戒来修道 所以各位要去经常思维生命的苦 当然你还没有结婚 你不容易去思维这个 你只想说 哎呀谈恋爱多快乐 结婚有个家多快乐 对不对 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结婚了 结果儿女还结婚 算你修行失败 因为你没有把真相告诉对方 爸爸妈妈如果离婚了 你儿女更想结婚 那你更失败 你已经痛苦了 你干嘛又把她推落苦海呢 那你就说 哎呀这个年轻人 我不能跟他说 那你这样就是 你不负起责任 只能说 他想要结婚谈恋爱 你必须告诉他 很苦哦 你准备好了 就像你要去开刀咯 去吧 但是你要去试试看可以 但是各位你要一直提醒这个 要提醒这个 所以 佛教最大的功德呢 是什么 来 劝人学佛 这个是佛教最重要 劝进行者 光无量寿经最后一句话 劝进行者 你能够把你知道的 想尽办法去 告诉别人 所以我常问各位 请问各位来住在美国 移民在美国的目的在哪里 你要回答 苦度众生 要把佛法传播到边地来 你要把改变你的动机来的 因为这边实在很难 你看现在做意义里面都是我们华人 华人有福报 认为佛法是很正常的 但是西方人实在不容易 因为他没办法相信 就像我几个月前去法国 我去法国做焉供 他们问我干嘛要做焉供 我说供养佛以外 不是给鬼到 那个会长呢 佛教会会长 叫我不要谈到鬼 他们不相信有 我说你做会长呢 爸没有 不要讲不要讲 会长就是罗子 所以我说 原来我们 像我们洛库会长就没问题 因为他是华人 但是你用西方人 你要跟他谈这个 他很难理解 如果他很难理解这个 你就要去修悲心 他更难理解这个 所以各位对西方人要有悲心 他们很难 所以轮回的问题 夜报的问题 对他们很难 他们需要有信仰 但是他把信仰当作一种心灵的享受 打坐 meditation 静静的 讨论那个道理 这样而已 但是他不知道 学大乘是悲心 微笑 拥抱 真心的对待你 而不是把那个道理拿来看 所以 那今天 第一天晚上 不能讲太严肃 讲故事好了 好不好 但是明天要受八观再戒 调查一下 这辈子没有受过八观再戒的举手 没有的没有的 拜托你们一定要来哦 一次 受一次八观再戒 六千六百六十岁不堕落地义鬼套出神道 受一次八观再戒 做一次皇帝 要不要做皇帝啊 受一次八观再戒 六十万事的富贵 所以佛陀要我们 所以佛陀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不实 哦 福报很大 那不是功德 那是福报 但是不如在佛前拱一杯水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要经常供养三宝 所以每次我来佛团看 装不装严 太装严 一定要念这句话 这叫什么水洗功德 看看看看 我不理他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要升起 哇 这个普巴金刚弹成 装不装严 水洗功德 了解吧 你一定要这样去 一直去水洗 然后说供养 这个水洗也是最大的供养 虽然花不是我们亲自带来 前面的花 装不装严 装严 水洗功德 那等于这个花的供养 就是你的功德了 我们不是贪功德 我们是要把这个功德 布施 希望 连地狱二鬼道 都像极乐世界的花园一样 布施给他们 就像有人拿漂亮的花 一束供养你 你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在佛前拱 这么装严的供养 水洗功德 所以我们做一下供养 那有人问我说师父 晚上供养什么 好在我是台湾那边是白天 地球是圆的 所以以为众生而供养 没有分白天晚上 所以因为众生需要 我们替他供养 让他们有福报 所以来 所以 把它讲完好了 所以百千万亿黄金布施 不如佛前供养的功德 再来 佛又说了 你把全世界的三宝 都做成黄金 都做成大供养 无量节的功德 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 不如守一条戒力的功德 所以你能够守一条 不杀身戒 那超过前面的功德 但是不是说 前面功德不要做 很多人断章取义 佛陀说 以这个布施 做基本 再加上持戒 那就圆满了 所以佛教教 布施持戒忍辱 这样的意思 所以 那持一条戒的功德 不可思议 但是佛陀又说 你持了百千万维系界的功德 不如有什么功德 忍辱的功德 不要生气好不好 你要发愿 不生气 不欢迎 做不到的 你要发愿 如果我生气 就下地狱 如果不发 不发你就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永远做不到 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敢发 发了以后 你放心 佛菩萨会原谅你了 因为你 每一个医院就有护法神 护法神会提醒 会提醒你 当你一生气 或水巴骂人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个叫戒体 戒体 就像台湾 有一位广化老法师 有没有听过 他是一辈子不摸钱 晚上不吃饭 叫过午不死 那有一次 他病得快死了 劳了医生 叫他吃一点稀饭 免得他虚弱而死 但是老和尚不吃就不吃 信徒都跪下来 老和尚你要为大家住世 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你要为大家住世 你一定要喝 不然你死了怎么办 老和尚被逼到没办法了 他们拿着稀饭 医生说你一定要喝 他就拿起来 一喝下去 牙齿跳出来 老和尚说你看嘛 不行就不行 医生都服了 这样牙齿会跳出来 这个叫戒体 那老和尚一辈子不摸钱 那有一次信徒 不知道 拿外套拿错了 搭在老和尚身上 那个钱飘飞出来 戒体 所以如果你有持戒 那这个戒就会保护你 你放心 所以 那各位一定要发怨 事实上什么叫怨 念一下 怨名为戒 每一个佛都是发怨 而成佛的 所以在大乘佛教 寺院是戒律 众生无边寺院 这个叫戒 敬畏来即不杀生 这个怨叫戒律 所以各位要敢发怨 如果你不敢发怨 你就给你自己 不好的机会 你要发了这个怨 佛菩萨就会帮你 护法神也会帮你 排斥掉对方 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怨力 很重要 所以 忍辱的功德超过一 持戒 持戒的功德超过一 不失 当然佛陀最后讲 慈悲的功德 包含一切 所以 我们讲慈悲 所以你要以慈悲心 去世间的布施也要 出世间的布施也要 忍辱 慈戒禅定 通常